别问我为什么还在挖矿 也别问我这面诡异的盾牌是从哪来的 更别问我岩浆土里面的岩浆为什么没了 等我什么时候挖的钻石 回家以后我再告诉你们来龙去吧 导致你们正大的双眼 怎么有一阵风吹着 我去 总算让我见到钻石矿了 父亲应该没怪物了吧 等我挖完钻石就回家 给你们看那些奇怪的新东西 总算到家了 在我面前的这三个道具啊 很多小伙伴们一定没见过 先来看看这个东西 它叫做烟熏炉 我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种玩意儿 太扣门了 听说这个烟熏炉只能用岩浆筒来烤肉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桶岩浆应该能烤很久吧 先烤肉吧 什么 我这么一大桶岩浆呢 全没了吗 也不知道是谁设计出来这种 一桶岩浆只烤两块肉的这个道具的 还不如我的熔炉好用呢 给我用也太奢侈了 再来看看第二个新道具 制图台 等我的甘蔗成熟以后 就来跟大家揭晓答案 而最后这台织布机就有点意思了 不过我身上材料并不够 所以需要静静等待个那么几天 等我拥有足够的羊毛以及甘蔗 就可以告诉大家答案了 哦 材料总算被我收集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甘蔗变成纸 做个指南针 合成地图 放上两张地图试试 上面的位置怎么放不下去啊 哦 原来如此 上面的位置只能放看过的地图 下面再放一张空地图 这样就能成功得到两张一模一样的地图 嗯 懂话 为什么我要两份一模一样的地图呢 哎不是 设计这个制图台的人 脑袋在想些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千辛万苦 把一份地图分成两份 我的天哪 咳咳 接下来才是见证魔术的时刻 把合成好的空白旗帜 放进织布机 选择喜欢的染料 就可以选择旗帜的图案了 哇 没想到那么多种类的图案 还能生成特定的图案 再换上蓝色的染料 又可以选择其他的图案 哎呦 这个设计是个鬼才吧 太有想法了 咱们的十字军荣耀战旗 总算是合成好了 还是很帅的嘛 不过这面旗帜的正确用法 可不是插在地上 而是将它和盾牌放在一起 嗯 这就尴尬了 原来合成过的盾牌 不能二次合成 嗯 行吧 那就再做一块新的盾牌 这就对了 装备上 看看效果是不是十分的帅气 而另一面盾牌呢 就是追向误打误撞 和掠夺着旗帜 合出来的产物 哎呀 果然不是一般的丑啊